不知道正在看视频的你 有没有在玩原神这款游戏呢 自从米哈游推出原神工作以来 如今已经成为了一款现象级的二资源网游 不但普通玩家们对这款游戏情有独钟 甚至连一些职业玩家都沉迷在原神的提瓦特大陆无法自拔 已经到了勒布斯数的地步 去年英雄联盟S时全球总决赛冠军争夺战中的两支队伍 大乌龟以及苏宁 都有主力选手沉迷在原神的游戏中 在比赛进入到小组赛阶段时 曾经有人前往苏宁基地进行采访 就看到他们的上单血手臂没有再认真训练 反而在玩原神引起了许多粉丝的不满 不过阿比相较于大乌龟中的冠军辅助Barrell 只能算是小乌见大乌 作为一个中毒极深的老二资源 Barrell即使是在英雄联盟最重要的赛事里 依然心系只骗人的世界 在他们参加世界赛之前 刚刚夺得LCK下级赛冠军的Barrell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不但对自己战队一字未提 反而感谢另一款二次元游戏 公主连接中工会朋友的支持 还给自己所在的工会加油打气 不但如此 Barrell还有一套自己独门的训练方式 他反对用大量的rank 反复用自己擅长的英雄 打出好看的rank分数 相较之下 他更希望通过看比赛回放和录像 来找到自己的不足 被网友戏称为冥想训练法 不过客代表怎么看 都像是为了他玩元神而找到借口 因为他在整个世界赛期间 将自己元神账号里的世界等级 从1节提升到了43节 相较于他在排位赛的忽视 真不知道 他到底是英雄联盟的冠军选手 还是元神的职业玩家 不过不得不说 虽然Barrell在沉迷元神的这件事情上 饱受争议 但是他在S时 全球总决赛上的表现 的确无法挑剔 一手出神辱化的虎术潘森 塔的苏宁找不着北 成功帮助大悟归独冠 站上了英雄联盟的荣耀顶峰 这样惊艳的表现 也让其他人 找不到反驳他冥想训练的理由 于是Barrell选手在独冠之后 就愈发变本加厉 不但理直气壮的 增加了自己每天玩元神的游戏时间 甚至还直播公开自己玩元神 一口气 就是整整十个小时 最后惊动了元神的游戏官方 来到他的直播间疯狂刷礼物 直接刷到了宝衣 并且 Barrell在自己的世界赛夺冠之夜 尽兴地在原神里 充值了770万韩元 要知道 他当时的年薪 只有2000万韩元 相当于一口气 花掉了自己年薪中的三分之一 当大乌龟改名DK 重新前往冰岛 参加国际赛事MSI时 Barrell还忧心忡忡地说 自己对冰岛 没有好奇之心 只关心那里的WiFi快不快 显然是放不下 念念不忘的原神训练法 许多国父的玩家 都着急地联系米哈游官方 让他们赶紧在MSI期间 推出原神的活动 以此达到薪肉Barrell的目的 有意思的是 米哈游不知是不是 听见了玩家的呼唤 不但推出了新角色 尤拉 还开启了全新的斗猫猫活动 这下好了 身在冰岛的Barrell 直接连英雄联盟都不打了 欧福账号 连排位记录都没有 整天不适合前队友牛鼓励吃鸡 就是沉浸在原神的世界当中 似乎对MSI的冠军 已经胜券在握 但是他在MSI中的表现 与他去年在世界赛上的表现 潘若两人 他与Ghost的下路组合 在MSI总决赛上 被RNG的嘎拉小明 按在地上反复摩擦 那么基本上是结束游戏的 今天是我可以all in的 我有春哥 我可以跟他放命 但这里小明的血量很低 现在开始挑衷了 小虎这里变大了 那这样的DK应该是不敢上的 瑞兹开车 卡拉之间 又这么漂亮 自己也是穿过被逼了出来 看嘎拉之间自己能不能跑掉呢 我们来卡拉之间一推 压其实没压好 没有死没有死 甚至Barrel在比赛中 被队友用爆炸股市出卖 如果不是showmaker强调离谱 不然今年的MSI总决赛 根本就是没有悬念的碾压局 在RNG捧背之后 国服的玩家都来到 元神的官方微博下还愿 谢谢你 元神 谢谢你 油拉 谢谢你 你还有 大概Barrel这一次会知道痛了 细节教训 摆证自己的职业太多 不过 影响职业选手赛场表现的因素 有很多 可能有职业状态 版本影响 甚至是身体因素 毕竟谁也不能打保票的保障 Barrel不打元神 就一定能够表现出 自己去年世界赛的水准 但是 如果一名职业选手 因为玩元神 而错过了自己的正式比赛 那么好像怎么都远不回来了 X-Blaze 是法国重量级的 都市传说冠军现手 曾获得本年度 炉石大师赛二连冠的记录 而2021年5月15日 在炉石传说大师赛第五周 巴金斯的比赛中 他却莫名其妙地缺席了 和ZIM的对决 因为迟到时间超过了25分钟 所以赛事官方认定 这名法国冠军选手投降 而他的对手ZIM 不战而首 这件事情在炉石传说的职业圈 闹起了不小的风波 职业选手Kevin 直接拿出了比赛当时的截图 上面分明显示X-Blade 在比赛过程中的时间段 他的战网账号是在线的 X-Blade一定看到了邀请对阵的信息 在考虑到ZIM和X-Blade 两名选手之间私交不错 而ZIM最近在大师赛上的表现 不尽如人意 积分排名垫底 濒临奖级的边缘 所以X-Blade不无故投降的警卫 很像是为了保住自己 好友大师赛的参赛资格 而进行的假赛 随后 炉石传说的知名职业选手RDO 也直接发出推特 强烈要求炉石传说官方 对这件事情进行彻查 5月16日 炉石传说官方为平息玩家 和其他职业生手们 对假赛的质疑 设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 直接从保学总部 飞到了法国调查真相 随后调查小组 没有给出具体调查结果 只是公布了罚单 他们在保留X-Blade目前的 八强排名 但是扣除了 他在大师赛第五周的所有几分 这样的处罚 相较于假赛行为来说 可谓是不痛不痒 在一开始并没有得到玩家的认同 最终 X-Blade本人 抵不过巨大的娱乐压力 亲自出面说明了原因 但是却让无数的炉石玩家傻眼 原来X-Blade本人 在准备大师赛的同时 还沉迷原神这款手游之中 他在比赛之前 还曾经向本司宣传 自己大师赛两年贯的秘籍 那就是每天玩十个小时的原神 以及一把炉石传说 虽然这话肯定是开玩笑举多 但他在与ZIM比赛当天 确实是在早上五点钟 就起床开始玩原神 而且爆肝胜遗物 一直到下午一点 导致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被干得萎靡不振 而此时距离比赛开始 只剩下一个小时 他原本是想在比赛之前 稍微休息一下 于是他登录了自己的站网 方便自己醒来之后 可以直接比赛 然后在比赛网页签到之后 又定了三个闹钟 才放心地躺下休息了 没想到三个闹钟都没有用 X-Blade一下睡过了头 是ZIM打电话给他的经理 这才醒了过来 但此时 游戏官方的工作人员 却拒绝了双方的比赛申请 然后闹出了这样荒唐的假赛乌龙 X-Blade还坚决表示 自己绝对不会假赛 但是对于游戏官方 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还有自己被扣除积分的委屈 这件事情对于X-Blade的心态 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导致他在第二周的大师赛上 表现十分低迷 目前两场比赛全部告负 米哈游赛次的比赛大功 不过客代表还是想说 无论是元神 英雄联盟 还是卢师传说 游戏本身并不能分出高下 但是既然职业选手们 领着漂亮的薪水 受到粉丝的追捧 就理应对自己从业的游戏 有一份责任心 知道什么是轻重 了解什么是尺度 对着起自己职业选手的身份 影片的最后 客代表真的很疑惑 难道元神 真的有这么大的魅力吗